在Python裡面就是二維的串列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大的中瓜糊 裡面的話就會有小瓜糊 也是中瓜糊,裡面的話就一列一列一列的 變成二維的這樣的形式 長得就這樣 所以以後一樣,你要怎麼樣把這種二維的概念轉換成表格概念 這要很熟悉 因為以後大部分應用都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因為對應的也許是一個表格 無論是資料表,或者是像自己Sales 那輸出的方法呢 主要關鍵就是用Sales的瓜糊、I列的追覽 把後面的來源資料丟進來丟進來 一個一個丟進來 那它就按照你的這種需求 自動去幫你把資料放進去 很規則的自動放完 OK,那當然效率上面絕對會比你用圖法鏈剛快的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用很多地方都需要這樣做 那當然你就把那些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基本上要完成一個 自動完成報表 產生圖表 這些我想都會相對的比較簡單 如果你有大量的 比如說月報表、季報表、年報表、一堆報表 按照年、按照部分、按照什麼 它也可以自動 你就給它一個規則刨個回圈 自動產生 那相對的話 這個效率也會比較高 OK 那我們來看 接下來的話 我要轉換到Python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三乘三的一個二維串列 所以我需要讓它一個一個輸入 不過這一題比較囉嗦一點 就是你必須Input一個 Input兩個 一直Input 所以寫完 第一個你需要什麼? 需要寫一個Input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Input比較麻煩 我把這個後面部分先觸解掉 我們分兩階段來完成 第一個部分的話 你變成要先把這個逐一Input 然後最後把這個List1把它Print出來 也就是這個地方 我要能夠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這個二維的串列 那輸出結果就長得像這樣 6、4 把那我逐一來輸入好了 那輸入的話 當然第一個Input 所以呢 執行一下 OK 那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的話 它就是要我輸入什麼? 6 Enter 4 Enter 8 Enter Enter 我蠻囉嗦的 這個可能要自己 輸入這個 後面的這個詞 49 33 對不對 沒錯 Enter 好 總共要跑三乘三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裡面 外面一個這個I是0到2 即是三次 裡面的話呢 For J也是0到2 那總共也是跑九次 然後呢 外面一個大瓜 一個中瓜 或是大的表格的那個 這個 串列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append的一個 跟剛剛一樣 這個是指的是列的串列 然後再把資料用Input 或者分別append的進去 最後print的出來 我們來看 糟糕 我們要複視一下 這其實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OK 然後把它直接 輸入 Enter 如果看到結果是這樣子 表示 就是你第一階段完工了 OK 然後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所以這個其實 我把這一段 先把它註解掉 註解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可以用 底下這一行代替就好了 將來如果說你要寫固定的 你也可以直接把這個放到這裡 它直接就放到裡面去了 那也就是等同你剛剛輸入那個動作 OK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你要查出 哪一個數字是最大的 OK 並且告訴我 數字最大 並且告訴我 它的所影值在哪裡 它的所影值應該是012 先從外面的 第二列的 第二 第二列的 第二欄 那基本上 2的話要-1 所以1-1 然後呢 最小的 你這邊比一下 應該是-3 那應該是-1-DS 10-1… 沒有 wość 那應該跟著 …應該這個應該是二才對 0-1-2 2-1 01才對 這個應該是ikute 二0 OK 所以我們要這個結果 所以它要考你很多 你要 第一個 抓出最大的 跟最小的 第二個告訴我它在哪裡 然後呢 它在哪一個 Index OK 這是它要考的 當然如果說我們今天是用什麼 用Excel 最大最小其實好像蠻簡單的 插入函數應該大家都知道 在那個什麼呢 統計裡面有個max跟mini 你就可以知道說 最大的是哪一個 49 最小的就mini 但問題是它在哪裡 index 你要找出它的index 所以你也可以用什麼 裡面有個對抗 也可以找到它所影子 哪一列的哪一欄 不過我們重點不是在這裡 我們重點應該擺在Python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下一階段就是 如何找到最大的 那可是想一下 用什麼方法 因為它是二維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外面包一個max 給它一個二維 二維的那個串列的話 它沒有辦法 它一定要是一維的 所以有什麼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什麼二維轉一維 全部在串成例子二 然後找 可是問題 index位置 你還要再算 所以感覺它沒有很方便 那怎麼辦呢 我想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 用一個方法 就底下這些 做什麼呢 我先把這個註解拿掉 OK 第一個的話 我要知道最大的那個數字多少 所以我給它一個變數叫max 最小的那個叫mini 然後呢 預設值等於0 那位置的話呢 我就叫max的i 就index 跟那個max的mini的i 指的是mini的index 然後呢 我後面就放兩個空的二維串列 這個特別說 空的二維串列就寫成這樣 我跟你講 一維串列 裡面放兩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的話呢 0 第二也是0 那我可以怎麼樣 找到位置之後把它放進去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一樣在跑回圈 for i in range 也是0到2 那這個for j也是0到2 接下來做什麼呢 如果 list1裡面的ij 意思是把它裡面的 每一個每一個抓過來 所以它會先抓哪一個 先抓6 把這個6的數字 sale的ij抓過來 先跟哪一個比呢 是不是比max大 因為max一定是0 它一定先留下來 所以我把這個值先放在max裡面 再換下一個比比看 最後留下來只會是49 所以49就是max 再來的話我要記錄什麼 它在哪一個i 哪一個j的位置 有沒有 如果今天的話一直到這邊的時候呢 那理論上i已經這個是0 這個是1 這個是2 所以它會把2怎麼樣 放到裡面來 然後再來的話 2的哪一個呢 j會跑0 跑1 它把1帶過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就放什麼 2跟1 那把這個數字怎麼樣 填到這個max index max的底線i 那同理可證 反之如果比mini小的話 那一樣做同樣的事情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得到什麼 得到那個最大的 跟最小的 那題目要的結果 它需要顯示的就是 這樣 就是這個結果 什麼index of the largest number 哪一個數字 然後一直到這裡 後面的話要一個刮符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如果考試的話 沒得複製啦 不過因為這邊我們練習的時候 其實可以這樣 那你可以把它貼上 再把什麼呢 把它裡面的這幾個數字 改成大刮符 有沒有 這個是變數 這個也是一個變數 這個也是一個變數 那我們就分別有點像 點4max 再把什麼呢 最大的那一個 就是49 填上去 後面的話呢 刮符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特別注意就是max i的第一個 因為它裡面放兩個 中刮符 本來是00 然後後來的話 放進來的東西 它剛好把它改成 49剛好在第二 的 第一 OK 位置應該沒錯 第二 就第三 第三列的第二欄 然後呢 我們就分別把它的 第一個字抓出來 就這個 這個放到這裡 這個 就放到後面這個 底下是一樣 如法靠字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如果ok的話 底下程式也沒寫錯的話 那我們就來run一下 所以一樣 這個我就不重新輸入了 反正就是 先丟到這個串列 然後跑跑看結果 是不是我們要的 49 然後它的位置告訴我一下 OK 49 沒錯 裡面最大 然後它的位置呢 也剛好是在012 所以2 然後這邊的話 01 這邊是1 21 所以沒錯 那最小的話是這一個 剛好012 所以2 然後這個0 所以20的位置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跟剛剛那個 二維的有點類似 所以一樣分兩階段 先把串列做出來 再利用回圈裡面跑邏輯 回圈的話呢 一樣是跑九次 所以這裡的話 是不是可以乾脆 啊不行 這不能一次 一定要for I 否真 因為這裡面的話 還是有IJ的敘述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608也是相對有點 比較難一些些 尤其是那個後面要跑回圈做判斷的部分 喔